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这里帮我们的二号货选人 彭晓涛来帮他自选 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乡亲不老 所有乐视的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心动的 在一个月前 大概一个月前 控制了我们的李吉祥同志 他在心骨毛 从2013年就开始在这边服务 改变了很多人民的生活 很多心骨毛的发展 当我们党在送别他的时候 提成一个最难的题目是什么 是要怎么样找一个能够向李吉祥 或者是能够做得比李吉祥更好的一个选人 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 党决定了派一个年轻的汉选人来 当然我知道你们这边有很多uncle auntie 就在想行动党为什么派这么年轻的人来 为什么看起来彭晓涛很年轻 他可以不可以 彭晓涛我记得我们那个进政治的时候 我刚刚进政治出来竞选的时候 是29岁 29岁出来竞选那个时候 也有很多人问 杨美宜这个年轻 Delaware 那我能够在政治做一做就是十几年了 我希望各位热食的朋友们能够知道 我们今天派出一个年轻的候选人 选出这个候选人的意义 不只是能够好好地来服务热食的居民 我们选一个年轻的候选人 最后的意义是能够成为他们的时代的声音 希望他能够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孙子发生 我是11岁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已经不了解 不能够感同身受三十几岁的朋友们的心理的状况 或者是他们的需要 所以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每一个时代的声音 我知道这篇很多都是做 uncle auntie了 已经是做爸爸妈妈 或者是公公婆婆了 可是我们的孙 我们的孩子 也需要一把时代的声音 所以彭小桃是90后的宝宝 90后的时代的声音 我希望落实的朋友们 或者是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没有票的 因为呢 你的票可能在当中的 你的票可能在其他地方 你没有新古毛的票 我希望这里的人也可以帮我们一个忙 帮我们跟所有新古毛的选民们 叫他们5月11号 回来 活鹏小桃 服务 能够更好的建立 发展新古毛 回来 活鹏小桃 让他成为 90后时代的声音 让我们的一户 不是只是uncle auntie公公婆婆婆的地方 是有我们90后的时代的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东西意义重大 我也很相信彭小桃 如果有这个机会 他也可能跟我或者是以前 杨巧松金正志的时候 也是30岁 20几岁 那个张愿群金正志 做了国会议员27岁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因为有选民 能够来相信我们年轻人也可以 就终于能够走上这个改革的道路 也希望新古毛的朋友们 能够有这一个 给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机会 让他走上改革 改变国家 改变律师 改变新古毛 改变新古毛 改变马来西亚 让我们的家园 成为更好的这条道路 我们希望新古毛 5月11号回来 投小桃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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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